持續來帶你關心名嘴朱學恆 去年在餐廳包廂涉嫌強吻國民黨議員 鍾佩軍遭到起訴 北約其實也陸續的傳喚 鍾佩軍夫婦以及媒體人樊啟明等人 今天下午更是傳喚了重量級的證人 也就是國民黨的立委陳金輝來到現場 其實陳金輝他跟整起案件的關聯 就在於他當時是有和兩人一起參加 同一場餐會 儘管當時他並沒有在現場 但是事後鍾佩軍也是有和他來做聯繫 因此他今天怎麼說 對於整起案件也是相當的關鍵 現在來看一段稍早畫面 我今天幫忙 不好意思 你們先講 我今天再幫忙做事 謝謝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有看到嗎 謝謝 小心喔 小心 好啦 可以看到說陳金輝 他其實面對媒體詢問 是沒有多做回覆的 而除了他之外 像是朱學恆還有鍾佩軍 兩個人也是全程保持沉默 而根據北院的審理計畫呢 其實在今天傳喚完陳金輝作證之後呢 就會進入言辭辯論程序 如果是沒有意外的話 今天也會訂出宣判日期 朱學恆到底有沒有罪 到時候結果就會出爐 大家可以說 就覺得這才是 冷藏人 對 我會請… 一定會請你 我會請問這個 我們會請你 我們會請你 你視乎